主要抓住机会都能够终结比赛 但是他没有能够成功的杀死比赛 蓝色方 Hero 红色方 GK 3比1 如果拿下这局 Hero将会直接晋级总决赛 两支队我现在都非常想去 跟一定间碰一碰 每个人都想试试银龙杯拿起来是什么样的感觉 第一手 怎么搬 今年我觉得特别好 怎么说不到最后一刻你真的很难去 看得到后面 对 很难去 只能看明白就没意思了 先搬姜子牙 姜子牙Hero9竞最终还是 搬干姜 放回了自己的班位 虚虚实实 但我觉得应该 应该就是他们没有去好好 把这个英雄练好 这英雄干脆就常驻班位了 最直观的理解 老夫子 其实我感觉其实GK自己也不太放心 自己不太喜欢用这个干脆的体系 不然他们其实是可以抢 就是Hero是不太可能一楼去拿干脆的 但是他们自己第一局用的周翻效果不太好 这也没办 看一下Hero 这边班位开始发生一些变化 这个老夫子其实针对到孟克的一个带线 看GK是搬不搬关羽 关羽 关羽 花木兰必出一个 都够放 那开始拿哪个吧 茜茜 你先选 打关羽的可能性会比较大 我觉得GK第一轮班位第二手 东皇搬掉 这个是给你拿花木兰的意思 对给你拿花木兰的意思 而且花木兰打关羽其实是优势对线 是 拿太一 太一君 哇 这个太一拿了我觉得有点亏 就是对方花木兰加关羽 都能拿 拿完之后Hero还不太好 东皇还拿不到 这手GK其实可以果断一点都拿 我觉得可以 因为东皇他一都没了 这种拿完很舒服 还是拿杨茜 不要 这个是英雄词 这边关羽是给到 你一神 但是你一样解索利的话就给了孟克 搬了东皇对面拿了太一家花木兰 其实这个很亏啊我觉得 我真的觉得很亏 有点 太一家花木兰 孟克这边应该还是在跟队友做一些沟通 估计中路还是要拿杨玉环 这局嬴政暴出 关羽的一个切后排能力太强了 对 这时候直接复活加杨玉环的加血 他的容错率非常高 直接杨玉环加花木兰直接拿掉 会特别难 还是拿杨玉环 拿炮台不好拿 放了关羽 基本上就是杨玉环 花木兰既然你不要的话 Hero酒精没有理由再放 就这个BP是太清楚 太清晰了 完全不用去想 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多悬念 而且这一首拿到的话容错率会特别高 是辽家复活 GK这边全策 这首选策要拿的话 闲戏节奏就真的是有点凶了 到了绝境必须要爆发一波 换了 还是说张良 先拿一首张良 今天GK拿出来的东西真的很多 我总觉得这首冬皇上搬得很早 搬得是有点早 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拿张良出来 就是去打太乙的复活 因为只要能按住你秒掉 其实太乙开不出复活就还好的 张良 是否确定 这边应该是否会变 而且刚刚亮了一首悬侧 我还是心头一换又换 我觉得GK不要乱 现在一旦自己的阵脚乱了 就真的彻底危险 那大仙还是面带微少 曝光了 还是要拿马 但是我真的觉得 对面有太乙的阵柔 前期一般都说不定 这局还有裴心虎 还有公孙黎 大仙的公孙黎也很强 拿了个马可 有时候马可对身体不太好 你看 马可这个英雄在我们 可以搬 可以搬 在我们季后赛胜率其实不高 而且这一局公孙黎在 黄大仙没有拿 其实我是他的话 我就拿公孙黎搬了 不可以 就会更本 特别是这局因为是赛点局 对方是赛点 其实要更本 对 因为陈下在之前的季后赛当中 是有拿过公孙黎的 是的 这首关键是怎么去应对 对方的前期 因为Hero这边 你看他其实可以搬的点很多 他可以搬中 他可以搬辅助的人 他甚至说可以搬夏欧敦这样的点 来封锁你的前期 GK这边搬那首刘邦 看来GK想要打一局进攻性比较强了 哇 活泼马来请你上台来 小姐姐 你是太过来的嘛 扭得非常有民族舞的感觉 上台来跳一段 像那种 还是这种这就是哪里我 这孔雀舞 下次可以请你上台跳一段 没关系 看一下 张梁这边在第二轮班位上 上街不放 GK这一手刘邦是 怕Hero酒精拿到一个射手思义的话 点围 点围 这点围搬的 你觉得有必要 我感觉上去点围发挥的不能说特别好 还可以 还可以 因为Hero他们明显是练过点围 因为点围永远远离了团战地条线 没错 看一下大桥搬了 小姐搬掉 是 花木戏 花木戏 十场 十胜花木戏 看下一手 这局段真的 GK是一定要谨慎 但是又不能太过有包袱 要放开来这样 刚才那个小姐姐她等一下把我的心情都肃缓了很 我还很紧张那张 好好解释 看一下第四楼 拿什么 现在的话其实两条边路是锁了的 答案也锁 其实很直接 中路没必要动 我觉得可以直接先拿辅助 辅助 感觉搭配个牛魔还可以 或者张飞也没办 总归要 我觉得总归要搭个前期强一点 而且有先手能力的吧 这个阵容没先手 这阵容除非关羽绕扣 那个鬼骨子或者是牛魔 这局胖坤他自己的选择还是比较多 因为英雄其实放在这里 看这边阵容来辅助 先给清风拿一手炮台 我觉得GK有点求稳 这一手拿赢阵的话 有点太求稳 这局他们现在是 完全是 这个赛点局的关系 也还可以 因为其实不管是拿中还拿腹 反正KILLO都不会再去 英雄肯定都是留着的 FARO的最后两手 打野尾还有边路尾 关键是这一手打野 城下拿什么 因为在前面几局 一直被第二轮班位上封锁的首约 今天放出来 这局打首约是不太要打 他们需要一个持续心 关羽打首约真的好好打 看一下他们的边是拿夏侯敦 还是说白起 一波彩虹加油 彩虹加油 拿什么现在放了 其实我觉得就白起加上夏侯敦 加上公孙李可能是最好的 我就刚才觉得这个位置 不能再给人家放前一强手 我这个阵容啊 我好说啊 这没准备打到第一 不打后期啊 六局 这个没有后期了 这道阵容 而且他是看准了 GK这次双C都是偏前期 那是球纹 那这个点GK基本没得选 必须打强选 这个还真的挺难拿的 我觉得 我觉得 还真就是 他们现在想去处理太乙 我觉得都不太现实 我觉得最好就是能保证自己 能发育到后期 比如说拿到张飞这样的一种 就是会拿到鬼谷组 张飞前期会崩啊 前期是真的挺难受的 威尼也有可能选择张飞在前进 看到胖顿在跟教练正在沟通 还是张飞 还是想要拖 在最后关键时刻 选择了自己最信任的那名一种 对 这个张飞也是可以说胖顿的一个成名一种 但是啊 你们两个觉得这个人会不会太过一倍的 是被动 但是没有更好的选择啊 我觉得 如果选个强势补助去前期拼一下 虽然不一定拼得过 虽然说打几率是拼不过 就是感觉就很难拼过 但是 那还是再稳一下吧 所以说选择张飞在场期 试一下能不能保证 对 连九折的话 也是站在九层身边 看到郑荣之后 也要沟通一下打法 魂尼太加夏侯 再摸个裴金虎 野区太强势了 这野区怎么输啊 可能刚九折说的就是我们前期一定要把局势打开来 对 不要做任何的防守考虑 是 这种前期三个人完全可以打四个 陈正这招这招这招选出来的时候 可能心里就已经做好了对三 打不开 甚至更难过的一个开局的准备 但是这招如果说真的拖到后期 陈正也会面了一个没有先手 虽然说张飞的这边 胖队这边用张飞经常打先手 但是还是很难 可能张飞的大招还是后手来说会更好一些 看宁正 真的要看宁正的发挥 清风的压力可能还是比较大 宁正这局中期必须得挑起大量 一旦宁正伤害起不来 这局可能就 对 但是大家要注意 这局真的可能会是今天的最后一局比赛 如果真的是最后一局比赛的话 那么Kiro一定会进入总决赛 所以GK的小伙伴 真的 不要再保留你们的火热的激情 给他们加油 Kiro这边的话 目前的比分会让人放心得多 现在Kiro离最终的总决赛名额 只差最后一局的胜利 半步 这个阵容 而且他们的盛面我觉得很大 对 马上即将进入双方的第五局比赛 而且真的这一局你看双方的阵容特别有意思 就是拿到了一个赛点局 状态非常放松的Hero打了一套非常凶 洒脱了凶悍的进攻阵容 而GK为了求稳 打得非常的保守 这是毛与盾的对决 对 我们进入第五局比赛 看一下究竟是Kiro走进进入总决赛 还是GK再次取名 五秒到达战场 请做好准备 加油 全军出击 加油 加油 出击 加油 蓝色方Hero 红色方GK非常荣幸解说这场比赛 我是解说李久 我是白乐 我是琪琪 能够来到这样一个决赛的时候 其实双方选手的心里都是非常紧张的 这波 对上线了 不多见 这边关羽没有躲开花木兰对线 是花木兰硬追 因为都一样 夏无敦抗压其实也OK 他们现在就是说本来花木兰其实更适合去走上面抗压的 但是为了压制关羽 他宁愿来走下路 对 就是多么深沉的一种爱 不过还好他们双两条线 只要花木兰能抓到就还好 想抢 但是被黄大仙给防守做了这个红buff 这边想反追 有减缩 正在扁 但是也有风险 这边有太极人随时就会反打 就互相消耗了一下 那这样一来的话 其实GK开局非常的转 因为他们是一个双buff开 是 Hero上次是凌风战胜了GK 今天的GK没有那么好相遇 还想反一个 拉过来要炸了 我觉得这个过分了真的 减缩 上 闪现 够不着 旁边 夏侯顿在草下面 帮忙给到了一发一技能 这篮你可不好守 难道这种阵容要被GK打一个三buff开 这边是想守吗 有没有惩记 谁的 张飞的 惩掉了 惩掉了 这边被张飞拿下了 GK三buff开 真的很不容易 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其实真的算是Hero在开局的处理上非常大的一个失误了 因为这个阵容实在是没有理由 对 阵容方面 无解的前期 GK的野区 防守以及进攻能力可能都比Hero久近差 但是他们 刚刚那一波确实处理得非常好 而且还反过来一个篮 太乙真人跟夏侯顿没有同步到一起 太乙真人上的时候 其实夏侯顿第一时间两个人没配合起来 这两个点是前期最强的两个点 对 因为开局的话 其实没有看得特别仔细 就是他们在进攻蓝 红区的时候一定是有一些走位失误的 是 现在的清风非常稳妥 为了保证蓝buff能拿到 大招丝毫不少 但是夏侯顿迷神就很痛苦 你跟花木兰干嘛来跟我对线 迷神还好 迷神这样的话就打得稍微被动一点 但他没法支援 对 关羽最大的优势清兵线之后的支援 但是花木兰在的话 他清兵线比关羽还快 对 这边人刚走 一秒钟感觉花木兰这时候升到四季第一波 重剑是能秒一整波兵线的 是 换线了 换线了 关羽跑了上楼 刚飞有大不怕 强行换 就算现在会不会跟着换 希希去不去上 要去了 你看 夏侯顿迷在往下楼走 对 如影随形 换线 这时候经验丰富 迷神就没有在上路继续逗留 转中 直接来中 打一波 而且这一波应该转完中就要去下了 我感觉 但是这个位置 开 肯定是要打的 花木兰不在 辅助 他也这人没四级 这波GK不可能放 再换 希希这边很痛苦 两边来回直接追不上 而且这一波希希是追到上路之后 还是可以把塔换掉 能换一个塔 但是说实话 开局真的 GK赚了非常大的便宜 但是你看 现在的迷神为了甩开希希 真的是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 这个塔被冰点掉了 三个 闪现走 终于甩开这个花木兰了 对关羽来说 终于没有继续再换线 因为再换的话太伤了 坦白来说 关羽的移动速度其实是比花木兰快的 刚才的关羽为了换线 其实是亏了一波兵线 刚才那波赶到上路之后 其实花木兰清一波线 关羽那波线 没直接跑到下路 对 他为了去换掉这个线 其实亏掉了一波兵线 加一座塔 对 出的代价相当大 他其实两波都是 下路去上路那波也是 花木兰正好升四级 踢掉一波兵线 关羽就直接走 所以说这个线换的 并没有那么简单 还是有些损失 相当大的代价 差一点点 这边张飞雪很低 但你看下路 花木兰抓不到你三个人来 关羽这边四个 蜜神还是有点苦啊 包杀 蜜神有没有感受到一丝危险的气息 关羽这一局 其实被限制的非常惨 他基本上没有机会 去主动打一个干客 但是队友的职员速度很快 张飞营这瞬间来了 下路守住了 看一下GK这波杨姐的位置 可能想抓一波机会 关羽有点想搞事 腰招后了 回回来一个 张飞大秒大中 这个位置不太要打 又顶回来了 这一下差点被扎晕在塔里 一口治疗下来 没有宝座 转身裴起舞进来 伤害可以 这边张飞是扛伤害扛得太多 正面打了一波一换一 是 不过这个兵线真的亏 再这么打下去 这个花木兰有点忍不住 上路兵线太差了 现在基本上一个花木兰拿出来 能打你两条路的兵线 我觉得为了换兵线 为了换线真的付出太多东西 有点亏 为了一个换线 丢了一座塔 在前期丢得太早 看一张现在黑友是想尽快把下塔拔掉 不然这条暴君不好控 你看最伤的人都有塔 基本等于是送 就是你现在并没有去反推到对面外塔的能力 他不是说像平常的换塔 这个等于是白给了一个 关于最好的机会还是找团战 扫得很残 一刀下去 但是没有收人头的点在 你看缺硬控的问题出现 而且这个蓝的话也是被裴熊给反掉了 本来空就少 张飞空还特别不稳定 就算GK这边打到优势的话 也只是说野区方面会舒服一些 可能在留人方面 因为没有硬控会比较难 我觉得还可以 就GK现在一直保持在一个正常的发育 他们这样一个后期这种 其实这样正常发育是非常舒服的 而且他们在死保马克波罗的发育 就只要能双C吃经济 什么都好说 现在嬴政伤害起来了还是比较痛的 慢慢看 看这条暴君 苦了迷身了 第一件大剑终于出出来 出了一个霸者 没办法 霸者出来其实关于真的舒服很多 他霸者是加伤害 加被动 对 因为被动生命值就等于伤害 第二条暴君依然是GK拿下 但是没有占到局面优势 因为上路的这个塔实在是对现在理想太大 导致杨减甚至都不敢往处走 只能在二塔前面清浅 来了 初晨墨打的是张飞 打不死 我觉得HERO如果继续被GK这样拖下去的话 打了后期他们的胜率会越来越低 对 但是对面这容错率真高 但是对面这容错率真高 到越到后期这治疗加复活的效果会越好 看一下这个蓝 来的话进来 再迎中大招 扫 大招后玩的 蓝人被想反推一个可以 两个人 踩脚 再封后路 回推陪醒虎就是要杀你 杨一环二锦统保了一手队友 一刀斩死一个斩残一个 但是正面打不过了 看背后的杨姐进来了 杨姐来了这边 闪现狗 没中 杨一环这边也闪了 追不上 你觉得这波怎么样 这一波感觉双方打完之后也没有后续的推塔 这一波 可以说是 可以说只是赚了一个 Hero只是赚了一个蓝Buff 对 这波其实是关羽找到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但是还是有一个时间 没有这个复活的话 这波团其实Hero已经炸了 就是这个时间段的出现的强点 强行的一个治疗加复活 会让你非常的难办 杨一环其实很强 这一手杨一环 你不得不说九成后他厉害的点 他在移动中二技能把关羽的被动给控断了 断了一次 沙塔推掉 沙塔推掉之后 后面的暴君Hero会比较好控 前面都是因为GK有双成击 把这条主宰一直控在手里 对 这波团 这波团杨一环有这么高的数数吗 而且花木兰都没来 花木兰没来 对 花木兰没来 是一波四打五 杨一环来晚了一点点 刚刚这波打完 估计GK后面会把更多的重心 放在秒杀杨一环的视野上面 关键这个花木兰没出山 很可怕 现在是此消彼长 一旦杨一环再多支援几波 花木兰甚至不去的话 听力差会越拉越大 马上还有30秒左右 刷新第三条暴君 刚刚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 GK的胜率在2%的往上涨 想留人 冠羽的位置 是有大的 有想法 想打 好了 反对 杨一环现在没有大 一个太真人 还在留人 但是留不住 开不了 这边花木兰马上就要支援到位了 张飞这个位置还要跳下去 还行 杨减进场 输出 在后面还能不能切掉 裴星虎一智能 第二轮直接带走 赶自己要被换掉 我们再看一下正面战场 马可波罗没死 但是杨一环学良很健康 花木兰学良也很健康 第二个大招 扫下来 应该是扫不死人了 马可波罗拼命拿一个红 这一波双方打了一个一换一 哇 孟克作为新人 我经常觉得新人最大的一个优点 就是打得非常凶悍 诶 这个位置9000有点凶啊 换了 一定要跟对面的黄大仙马可波罗换掉 开了大招 都以为只是一个保命 他是拿来进攻的 闪现还要打出那段伤害 这些暴躁 看一下 这是一条黑暗暴军 上路的兵线还不错 还有这边等杨一环复国 可能就要拿黑暗暴军了 但我觉得 HERO现在比较难受的是 花木兰经常为了处理兵线 没有来参团 对 看打到现在十分钟 花木兰的KDA仍然是三个零 不过关羽这边装备做的很有意思 先算你这样提的是团战的伤害 对 他还是要打团 下肩装备再做一个不想征兆 下肩装备再做一个不想征兆 下路兵线带了过去 九城这边的每一波团战的伤害 我感觉莫名的高啊 准了 技能次数多 然后自保能力太强了 闪下就能晕到了这边的裴琴虎 狗接呢 并没有挂上去 杀不了 杨一环的位置有点尴尬 不好进场 下路两个人又撞上了 花木兰被关于反推了几次 开了一个大招 但这边花木兰应该要走了 好像是没有技能 画面给过来 打了一个沉默 想反打 中箭 杀不了 伤害有点不够了 要追两边又搭起来了 上下路都在战斗 张飞帮队友断一个后 张飞手里有大招 大招 这一个出局的事 走了 拿命留人 清风这个大招扫得还不错 张飞大招好出来 清风大招命中后排的C位 两个弹血 往后撤 没有大招九成 截杯张飞 秒掉还在追 但是老白你说这一波 是真的意外的配合 还是算好的 张飞一个大好玩之后侧面 我真不知道 但我觉得这一波 不管是什么情况 效果都非常非常好 而黑欧这边 感觉一波亏完了 对 清风这个大招太灵性了 我觉得 我觉得主要是张飞这一大 给的也灵性 你看这位置 其实银正不太有输出的 对 他们是在这么远的距离 其实这个时候 双方都不在互相的视野之内的 银正大招直接开扫 张飞看到了之后 直接厚了一发大招 我的天哪 哇 这个真的是辅助跟中路的一波 教科书般的配合 同样感觉上路太一阵 那波脱节 导致队伍这边上路的二台要没了 上台高起来了 张飞马上有大招 先把张飞打死 有点难 反打 杨玉环出了大招 杨静流第三点大招直接秒下自己选量 没有生存力 但是马克波罗山好高 要反扑 打掉 上一个花木兰 背后来打了一个城堡 中间二技能一技能扫不出来 赢政大招全部在脸上 而且不行 因为马可波罗一直在疯狂输出 正面二换三 一换三 GK这边中路还是有一个满血的龙过来 这叫破高地 马可在 可以破高地 有机会 也有可能要一波 机会非常大 这一波看一下顶进来 血量还比较满 马可波罗是满血 但这边应该是选择稳一点 但是这几局看到太多的优势 没看到 这边迷身不想走 没有看到结束 没有看到杀死比赛 其实很关键 现在对于GK来说 他们拿到优势 我们真的都习惯了 关键是怎么样发挥优势 是他们最大的问题 对 你看刚刚关羽的那一波 其实感觉就是被胖顿给喊下来了 是 就不要冲动 主宰三千一百块 黑暗包军一眼拿下 这个主宰的经济差其实打得非常大 一般是两千 不会超过两千五一般 对 三千其实非常多了 这波碰到了 那迹象很连贯 主宰暴军 他已经正先扫第一缩大招 压制一下血量 14分5 这一波其实很连贯 主宰暴军一起拿 或者拿完之后 如果能再破一个高地 GK其实这局的希望很大 对 而且他们在这样一个赛点 敌方的赛点局当中心态很稳 刚刚那一波其实都感觉马上要打一波了 没错 拉住了 杀住车了 刚刚那个一波说实话 不是没有机会 但是把握一定不大 再来一次这样的失误 谁都受不了 上了个冰线 有个大招 好痛啊 好高啊 张飞在开个一大招 没有吧 杨玉环吼住转身 两个人身前重回 但是太监人手机应该捏着复活 不太怂 感觉想反打 但是冰线不是很占优势 张飞可能要倒 张飞应该是要被卖了 关羽刚在侧面尝试进一波场 但没有进来 又一个打 没有冰线 嬴政真的是暴雨滴花针 现在嬴政的伤害太高了 太高了 而且他现在拿了一个 有点看不住 而且他现在拿了一个蓝buff CD差不多就十秒钟左右 蓝buff没断过 没断过 看到现在大老师 这一波说实话 大老师的这个预测我见过 对 九十 九一开 熟悉的九一开 这局胜率有九成 GK现在会选择打得更加的稳健 借鉴到之前的一局 也是像九一开的胜率被翻盘 两边开始出复活甲 但其实Pio今天的状态也还蛮好的 Pio其实在最近的休息当中 可以看到他们其实练了非常多 包括陈下他自己练了很多C位 因为没到休息的时候 管宇出到了破均 这个状态量还是非常高的 一旦优势 后排基本上就跟切菜一样 对 管宇这个破均其实质变 因为一旦你半选 我第一个码头顶到你 只要血量下了三分之一 刀很有可能直接给你秒 对 他是一个斩杀型装备 都在等 这个时候Hero其实也不太敢去打这样一个团 是 那冰线其实还可以 看视野看到四个人 GK打了更多了 应该是想要等到下一条主宰 他们一直在守主宰附近的这个河道的 视野 看谁能进草 能偷掉一个人的话更好 偷不掉的话就站一下视野 主要要是这一波打起主宰团来的话 还是GK这边占优 毕竟中塔还没掉 是 这边找到机会了 要秒 马可波罗 搞 没有跟上的杨姐收掉这个人头 正面有机会 正面想拿下 但是是选择拿主宰 正面直接打 而且马可波罗这时候应该是装备了一个巅峰期 他把打野刀卖掉之后出了一个纯金头球 等一下 这花木兰再拿命拖 希希 这个位置 走势肯定走不掉了 再给队友拖时间 对 但是这一波兵线到了 裴行虎又来了 断了一个兵线 还不错在上路有兵线 这波没有办法断 断不掉 两个炮车 直接扫起来伤害太高了 正面是一波鹰团 裴行骚扫扰一下 兵线开前去处理 九层顶在最前方 手上应该是有一个大招的 能开出来吗 三段转身一匹 平线两个给个复活下去 直接打翻不杀你了 还有一个号车 冰线 没有轻掉 没有轻掉 还没轻掉 还没轻掉 吼出来换掉了 冰线可以 没冰线了 张飞吼了一个打招 中路冰线稍微有点远 这波GK 我感觉GK 还是没有推掉 还想继续 因为还有一个人36秒 但是五秒钟 这边花木兰要活了 而且张飞没有大 这波其实进攻 考虑清楚 有点危险 我觉得有点危险不一定的 上了 直接流浪一环 上来很高 被秒了 但是倒了 关于鼻冬三个转起来 能不能收到这个 又倒一个 别这样 扛不住 今天换掉一个息息再倒 GK这边还要来打 超级兵进来 中路有超级兵 上来很高 再鼻冬 超级兵进来 能不能直接拆掉 点击地不管 我们高兴GK 如果他们那么容易服输 他们就不是GK了 好 我觉得这一局团战打到三波上高地的时候 你已经可以看到GK必胜的决心了 是 GK是不愿意拖的 实则生变 这是队伍的决心 其实我们看到 真的看到 真的在这样一个敌方的赛脸局当中的时候 很难想象作为GK他们两次经历到这样的局面 第一次就在败这组第一轮面的JC被0比3落后 当时连续翻盘 包括到这一局 已经被HERO酒精3比1领先的情况下再扳回一局 看一下这一局的数据 打到现在其实两边的整体状况还不错 HERO拿出这个阵容本来就是想前期打开局面的 但是没有想到前期的野区反而是被GK这边反掉了 而且暴君也是GK这边一直在拿 九成39.8 清风43.7 哇 今天真的是动不动打一个40%以上数据 西部在赛季初我们就讲了 西部今年出中路 西部出中路 你看一下成商胖多有40%差不多 其实你仔细回忆一下 清风这名新人选手在这个赛季第一天 登场的第一局比赛就拿了一个死打 是 很不得了 用的扁确 对 非常期待下一局了 打到现在两边真的是完全彻彻底底的放开来打 放开来打 我觉得GK现在慢慢打的 好像又变回了他们常规赛 初期的那种稳健的打法 其实这是对的 因为我们知道前面GK其实有点吃亏按打 就是在张甲提起出现的时候 不得不承认到后期队伍会变成单核 对 对 因为张甲在后期确实输出比较乏力 对 可以看到经济曲线前六分钟的时候 反而是GK这边阵容拿到一定的优势 这对于黑肉酒精来说就是非常致命的一个存在 对 对 对